少女假装瘫痪,邻居纷纷前来照顾,却露出了人性最丑恶的一面。 嗨,大家好,我是沉迷电影的阿旦娜,今天讲一个复仇的故事。 女主角叶子是一个瘫痪,但她四肢都好好的,身上也没有外在的疾病。 叶子是心理疾病导致的全身无法动弹,她没有亲人,都是社区的职工、神父、邻居来照顾她。 可这些人,每一个都是恶魔。 女护工每天都变着花样的折磨叶子。 兔痰,辱骂,用成人尿布羞辱她。 叶子嫁进殷食,住的是大房子。 女护工每天都和上司在这里不可描述,而这个上司对叶子也是垂涎已久,免不了毛手毛叫。 每当晚上的时候,一般无所事事的男学生就到叶子的房间,排练乐队,趁机卡油。 等到深夜,叶子会被石头撒玻璃的声音吵醒,那是男同学们干的。 他们用红外线恶作剧,说叶子是废人。 衣上的种种,叶子都默默承受着,他无法反击,做都做不起来。 还谈什么对抗折磨自己的人呢? 直到某一天,叶子一觉醒来,他身边躺了一个男人。 那男人庆幸之后,直接把叶子抱到椅子上,让他吃牛排。 男人是个哑巴,不说话,动作粗鲁,却很明白怎么让叶子老实吃饭。 接下来,他细心地照顾叶子。 刚开始,叶子觉得是乞丐溜进了家里,他也不反抗。 这乞丐最起码没有伤害他,比那些虚伪的变态好多了。 可某一天,因为乞丐老锁着门,女护工和上子一起撞了进来。 乞丐的身份被揭晓了。 他是叶子的叔叔,也就是叶子父亲的亲弟弟。 叶子出生前,叔叔离家出走了。 在叶子五岁那年,爷爷奶奶和爸爸同时因事故去世,只剩下他和妈妈。 这时叔叔回来了,可就在那年,叔叔杀了叶子的妈妈。 在那之后就蹲监狱去了,现在刑满释放,转转回来照顾叶子。 他们说这些话的时候,叶子在楼上躺着,他并不知道叔叔的事,可这恰恰被上司抓到了把柄。 他们原本不是很高兴,因为叔叔照顾叶子,整副补助就要发给叔叔了。 没办法,叔叔照顾亲侄女,于情于理,他们都拦不住。 但这个叔叔是杀人犯,就要另当别论了。 那天晚上,一个男同学又跳窗到了叶子的卧室。 叔叔看见之后,直接砸烂了吉他,打死了男同学。 叶子很害怕,但却很高兴。 他知道叔叔杀人了,但他不在乎,哪些人该死。 在那之后,叶子和叔叔过了几天舒服日子,直到某天,一位警察找上门。 说接到报警,叔叔伪X叶子,还要把叔叔杀死叶子妈妈的事都说出来。 叔叔没有逃避,他第二天做了一桌子菜,用手语把自己的事情都告诉叶子了。 紧接着,他就离开了那里。 而叶子又回到了地狱。 女护工,男同学,上司,甚至警察都回来折磨叶子。 某天晚上,神父脱下圣袍,他来到叶子的卧室,和他讲。 十几年前,叶子的妈妈是社区里最美的寡妇,没有男人不喜欢她。 但突然某一天,叶子的叔叔回来了,哥哥死了,弟弟要霸占嫂子了吗? 社区的男人都非常生气,神父那时还不是神父,他经常偷窥叶子妈妈。 直到某天看到这样一幕,他开始四处造谣叶子妈妈的仇事。 后来,谣言越传越猛,社区里的男人们都丧失了理智。 他们逼着叔叔X叶子妈妈,甚至用刀递着她的脖子。 叔叔经受不住这种屈辱,他使手掐死了叶子妈妈。 自己也被割哑了。 在惨剧发生之前,叔叔和五岁的叶子说,你在这里躺着,一动不要动,不要出来,中睡,一直不要醒来。 就是这一句话,让叶子从五岁一直躺到现在,甚至失去了行动能力。 说完这些,神父说,叶子和妈妈长得太像了。 所以,他现在得到叶子就值了,说着就要侵犯叶子。 这时叔叔走进来,他直接杀死了神父。 叶子知道真相后,他想自杀,却被叔叔救了下来。 那天,他染了头发,化了别角的妆。 为什么这世上只有我活得这么痛苦? 为什么只有我和叔叔这么累? 那些伤害我的人,一个也逃不掉。 在叔叔的帮助下,他残忍地杀死了警察,女护工和上司。 现在折磨他的就只剩一伙人了,那些男同学。 等到半夜,叔叔用尽浑身的力气,把男同学全都打死了。 最后,他割后自尽。 其实,叔叔早就得了绝症,要不然也不会出于这么早。 叶子问叔叔最后一个问题,他为什么要回到这个家? 叔叔拿出叶子给他画的画,之后就咽弃了。 叶子想,也可能是叔叔真的爱过他妈妈,也可能是想念他这个侄女,但现在不重要了。 叔叔走了,折磨他的恶魔也没了。 十几年来,叶子第一次爬到户外,迎接他的是什么呢? 是死亡,也可能是自由和解脱。 故事就这样结束了,这是一部看完有点缓不过来的电影。 多么恶魔的社区啊,强迫弟弟杀嫂子,又折磨叶子十几年。 好在最后的反杀还算爽坏,但总是有受不上的难过。 好了,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,我们下期再见。